爱让世界就是世界的文明在此共和 我想大唐盛世那个时候一定是包容的 平等的 相互学习的 才使这些文明留在了沃高空 其实音乐是共通的 那音乐剧在国外是家业户晓的 是一种城市生活的方式 采用了最先进的 接近现在的审美来做这部剧 就是为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底蕴深厚的文化 我希望这个音乐不要停 然后我在里面可以一起待下去 在介绍敦煌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敦煌 所以我们都对敦煌文化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国的独有的文化 走向世界都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九色鹿这件衣服做了八年 就这件衣服 整个的色彩上 还是风格上 整个的人物的体现上 这服装做的真的是 我觉得一等一的好 东西方文化 其实交流 交汇点就在沫高窟 就在敦煌 就在丝绸之路上 这颗璀璨的明珠 音乐剧飞天 就是想要致敬 所有的敦煌 沫高窟的一些工作者 没有办法把它修复到从前的样子 那可能你只能守护着它 敦煌墨高窟 为什么能够保存那么好 那其实这个也有地理的条件 沙漠啊 比较干燥啊 然后离现在就是大城市比较偏远 这样子是有利于就是保存这些东西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